自毁虔诚的八位网红 全都是自作自受 第一位牛爱芳的小春花 拍摄农村小夫妻日常获取千万粉丝关注 如今夫妻俩的口碑却急剧下跌 有人质疑小春花的二胎是买的硅胶娃娃 毕竟之前就被爬出夫妻俩名下有豪车豪宅 却在视频里称自己是贫困农民 第二位 辛巴 辛巴曾在疫情捐款1.5亿引发轰动 一个网红能捐出这么多属实 让人刮目相看 但随之而来的假烟窝事件让他人射风塌 再加上那段时间黑料不断 带货王辛巴直播销售额断崖式下跌 第三位 马玉琴 马玉琴因和小32岁的李玉成在一起后走红 李玉成靠着老妻少夫的名号没少赚钱 别人的80多岁都是在移养天年 而85岁的马玉琴却要在公园直播 第四位 潘长江 曾经得意双新的老戏骨潘长江 不顾艺术家的身份在直播间给粉丝磕头 还因为卖假酒遭到不少网友痛批 第五位 陈亚南 当初靠着嫁给大一哥儿子迅速走红 吸粉百万后单方面宣布解除婚约 陈亚南也辞去工作专心做一个网红 第六位 浪卫仙 曾经也是吃播界的天花板 拥有千万粉的浪卫仙却自立门户 带走原公司核心后成立了新公司 而浪卫仙的名声也是一夜崩塌 第七位 谢梦伟 童星出道的谢梦伟却靠直播赚钱 从潘嘎之交后嘎子形象一落千丈 谢梦伟也从小童星变成了俗不可耐的网红 第八位 薇亚 曾经的直播一解薇亚也消失匿迹了 据说薇亚应投漏税被罚13.41亿元 直播事业遭受重大打击后就要无音信了 你觉得哪位网红是最有应得呢